卡車車頭嚴重變形 警方試圖搬開車門 救難人員在周圍忙前忙後 因為這裡發生恐怖卡車 重撞意外 以色列大臣 台拉維夫北部格利洛特社區 在當地時間周日 一輛卡車突然往公車站爆衝 造成將近40人受傷 一人死亡 事發太過突然 民眾根本來不及逃 傷者大多數為反應較慢的老人家 甚至有多人被卡在車底 正逢中東局勢緊張 加上公車站位置 就在摩薩德情報組織總部 和一处軍事基地附近 讓警方懷疑這是一起恐怖攻擊 至於阿拉伯義肇事司機 則是被附近民眾開槍射殺 而此時的以色列總理 納坦雅虎正在南部發表 10月7號攻擊事件紀念演講時 遭台下群眾打斷 納坦雅虎才講不到一句台下一陣躁動 疑似是家人死於戰爭 穿白色衣服的抗議人士 對台上大喊無恥 其他與會者看不下去 兩組人馬吵成一團 不過好在以色列與哈馬斯停火協議 有望再度展開 目前還有大約百名人質受困加薩 埃及總統塞西周日提議 加薩暫時停火兩天 哈馬斯釋放四名異國人質 來換取釋放部分囚犯 並預計在十天之內進一步協商人道救援 朝目標完全停火前進 體驗新聞總報導